曾经是千金股王的宏达店 昨天收盘股价只剩下143块了 创下了8年来的新低 外资更是都纷纷的不看好 下修目标价到100块以下 甚至市场还传出来 可能跟华为联想并购的说法 董事长王雪红说不会并购 那么因为公司理念不同 现在是辛苦创新的时期 相信外资会回头